農委會主委曹啟宏口中說出了 將不惜下台也要讓瘦肉驚美豬來台 引起了在野黨的不滿 他無憑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根本沒有替豬農找獎 而民進黨也發出了聲明 雖然說沒有預設立場 不過都秀得出美豬來台 民進黨已經勢在必行 反毒牛 反毒牛 反毒財 反毒財 這是2012年民進黨在立法院 以美牛為害健康 堅決被隔馬政府與美方經貿談判 當時民進黨總動員不惜夜宿立法院 堆椅子擋住出入口 堅決擋美牛來台 殊不知四年過去 民進黨即將再次執政 准農委會主委曹啟宏一句話 坦承美豬擋不住 顯現出開放美豬進口的風向球 那你這個跟詐騙集團 有什麼兩樣 你既然準備要下台 那你乾脆就不要上台算了 將來的蔡英文就是一位無能的總統 將來臨權的內閣就是黑心內閣 你沒有能耐去擋美豬 那你根本就不用上台了 全部透明化的公開 他去美國答應美國什麼條件 是不是具體答應美豬進口 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國民黨火力全開 眼看如今這戰火已點燃 民進黨立委有人幫槍 點出響黨也擋不了多久的無奈 但也有人不滿表示還沒談判就自先底牌 都還沒跟美國人開始談 結果我們自己的這個主管機關的這個準主委 就已經開始說位戰就丟虧氣獎了 這怎麼可以 你畢竟是一個談判 那這個談判過程裡面不應該就馬上去卸了底牌 如果美國把這個列為要加入TPP的一個重要的條件之一的話 國際上跟我們現在整個談判一起試看 我個人也是認為要擋住 可能也擋不了太久了 這次打嘴巴的政策 自家人挺不下去 但又牽涉國際生存規則 眼看輿論四起 民進黨趕緊發出四大聲謎 確保食品安全 做好食安把關 降低產業衝擊 確保豬農收益 國際規範接軌及建立溝通機制 嘴裡說沒有預設立場 但其實已秀出政策味道 你總不能你還沒接就把底牌就先給人家了 那你以後要怎麼去跟人家談判 那如果你瘦肉精美豬進來的話 他第一 他的口感不好 然後第二 他的價錢會大幅的下降 那也會直接衝擊到我們台灣的豬農 美豬一旦開放在一黨輪番表達不滿 社民黨也發出聲明指引民進黨 替豬農想好後路了嗎 更認為新政府面對自由貿易的心態 恐怕會讓台灣帶來更多災難 看來這攸關國人健康及國際政經間的拉扯 將會是520後新政府的大考驗 歡迎收看胡仁奇中 王威 台北財富